封姑娘回来了 快来 就放这儿吧 这是何物 这八仙城所有的生意都与八仙府有关 所以这里面装着所有店铺的账簿 还有茶楼和酒楼的 居然还有钱庄和标局 不止 还有药铺的米店的绸缎铺铺的和车马行的 彩彩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里面的关铺可多着呢 还请封姑娘赐教 这酒楼和茶楼的人袁华 往往扛不住这些红冲直撞的愣头青 怕毁了和气生财的好名声 以后不来客人 但这标局的人呢就恰恰相反 他们吃软不吃硬 一般都是些江湖上行走的硬汉子 所以呢最架不住这种楚楚可怜的请求 胭脂水粉铺呢都是些小买买 只要乐煞好失血 账簿就自然得来 至于这钱庄 上有官府保护 下有地头蛇的护航是最惹不得的 但是只要正义慷慨 好好跟他们讲明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们呀可是配合得很呢 在封姑娘的个人魅力面前 我这个美男计都相形见出了 佩服 佩服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盘点账目吧 九月十九 入账一千三百两 十月一 入账一千一百两 在诸位面前 我真是没用 哪里的话 本来也是你最先提出来 要去拿酒楼的账本 所以才有了这么多账本 少盟主 我们几个这些小聪明 根本救不了武林 但你不一样 你是凤鸣山庄唯一的传人 凤鸣刀也是扶持秩序 震慑江湖的戾气 有你在 我们才有主心骨 多谢封姑娘提醒 我会尽好自己的责任 这些数额 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 一场长生果拍卖会下来 时先生入账何止几百万 这么一想 八仙府也没有那么多钱 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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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流峰 你赶快去找补大夫 补儿现在很可能就是石先生 春花现在的病情 你确定要找补儿吗 当然要找医术最好的了 春花 这不是受伤 是中毒啊 中毒 你知道的 是不是上官邱月 给你下的毒 少盟主 解毒要紧 我们先听听 博二先生怎么说 不怕大家笑话 少盟主夫人中的毒 吴某真的是闻所未闻 有愧于兄长 医生之美名啊 这样 我让李渔熬服药来 李渔 慢着 这么严重的毒 我放心不过 李渔的医术 还请博二先生 亲自来吧 少盟主说得对呀 李渔这顽图 整日是由来当去 在医术上 真的是没有什么长进 那我亲自去 我亲自去 少盟主 我有话对你说 我今天见到李渔了 他还告诉我 利用尸体的人 姓重 重 八仙府好像没有姓重之人 但是我们怀疑的人名单里 有义人与重相关 重 伯仲书 伯二 我就是这么猜测的 所以春花姑娘的药 由她来下 是否合适 春花姑娘能娶回寻兵时 说明上官秋月 对她另眼相待 倘若这毒真的是 上官秋月下的 她应该只是用来控制春花 并不会置她于死地 至于博二 倘若 她真的在药里下毒 那待我们查验出来 就能确定石先生是谁 少盟主 这么做 不太妥当吧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救回春花姑娘 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 失控到那种局面 我知道了 风姑娘与少盟主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秦流风 借一步说话 秦流风 我速速就回 我们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久到我快忘了有你这个表妹 忘了也正常 我人在秦月洞 自然不能跟你来往 是我爹 他每次提醒你 都爱声叹气的 而且 秦月洞那种地方 我当年要是和父母一起死了 便能落得个满门英烈的美玉 只可惜我不争气 偏偏 被上官邱月救了 上官邱月救人 武林同仁是断然不幸的 方间传言 是你投靠了上官邱月 所以这才会引来了面门之祸 我爹虽然知道实情 但肖老盟主屡次三番 找他促息常谈 不让他把真相说出去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此次前来 你找我何事啊 春花姑娘是不是中毒了 春花姑娘所中之毒 名为百花劫 倘若不动情 便不会发作 begin 小爷 好生照顾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